下面中間有一個氣球塞在燒瓶之中 這是怎麼弄的呢 當然是略是氣壓的小技吧 我們倒少量的水進入燒瓶裡 然後從底部加熱 水開始沸騰了 蒸氣冒出來 再用氣球蓋住燒瓶的口 這時候氣球開始膨脹 我們同時移開瓦斯燈 現在用水冷卻燒瓶看看它的動靜 這個小伎倆成功了嗎 首先 廢水裡的蒸氣擠出燒瓶中的空氣 瓶中很快的就充滿了蒸氣 這個時候氣球塞住了瓶口 蒸氣冒出來 氣球就膨脹了 然後我們用水冷卻燒瓶 蒸氣又化為水 可是水的體積比蒸氣小得多 氣壓也因此降低了 換言之 瓶中的氣體幾乎完全失去 而成為真空了 結果氣球受到外界的氣壓 擠入燒瓶當中 將氣球擠入燒瓶的壓力 我們就稱為大氣壓力 如此要了解壓力的強度並不容易 因此我們來做個下面實驗 幫助理解吧 作詞和聲鼓勵